大家好,今天來講主力艦 大部份資訊來自維基百科網站 這類型戰艦最早登場在 《再見宇宙戰艦大和號》外的戰士門 和《宇宙戰艦大和號2》 在這兩個故事裏被官方稱為主力艦 沒有任何特別的名稱 主力艦在地球加美拉斯戰役後建造 在兩套作品裏都是兩產型戰艦 所有這些戰艦全部成為白色彩星下的炮灰 列艦基本數據,全長242米,全高45.8米 重54,900噸 引擎衛生波動引擎和兩座輔助引擎 武器方面,藍手礦產波動炮一座 三聯裝衝擊處炮三座 五座藍橋炮 兩座四聯裝固定型質炮 綁炮和導彈發射管閣十座 設定提到主力艦有裝備宇宙虎2型戰機 這類型戰艦全稱量產型武器操作系統D1 而加美拉斯的蓋爾羅爾級戰艦為原型開發 Dotmater Nani? 又用加美拉斯的戰艦作為戰艦開發的原型 我們人力創造力很差嗎? 為何不用大和號作為戰艦開發的原型 武器艦是地球艦隊的主力艦 亦是時間斷層工廠生產最多的戰艦 戰艦基本數據 全長250米 全闊62.3米 全高99米 引擎位置原波動引擎一座 和開引物充複載引擎兩座 武器方面 藍手煲和炮一座 三連莊敲發射罐 空間魚雷發射罐4座 四連莊反艦扭彈發射架兩座 小型魚雷發射罐8座 藍底導彈發射架8門 短魚雷發射架12門 導彈發射架16座 2度和2度 人戰六聯莊側面光線炮兩座 雙聯莊和三聯莊防空炮割兩座 航殺炎三聯莊防空炮三座 1 2 3 藍轎防禦衝擊炮三座 藍載機方面 一式太空戰鬥機15架 兩架登陸艇 它擁有防徐型的船體 我真的看不出哪裏有防徐型 我認為這架有 主砲的佈置和大和好一樣 前二後一 男�翔愛形和大和好 男翔愛形相似 槍框形狀和男翔內部報章和大和好仙女座 很不同 這姐僅僅於舊版 虞重製版的無衛藍 男翔布置和仙女座覽制同樣 aces內部的燈ẻ不同 波動炮孔裝ய泛分流版 她作用不多說 無衛藍的波動炮 螢章可以遣え替操栽波動炮 收縮波動炮 兩個模式 設定提到前甲板有防空導彈發射架 但令我成頭問號 短語雷發射管的東西是噴射口 以藍底的東西是外太空航行輔助推進裝置 藍橋後面的洞是次元緩衝抑制裝置 它的作用是在波動互動啟動和主炮開火時 暗身的衝擊波順行控制 無慰艦登場在第三集時間段成功場 在第四、五、十七、十八、十九集都有氣氛 但只是輸出波動手段的後果 在23集故事完結前 這裡有一大堆無慰艦殘骸 第21集登場這兩類無慰艦 分別是地球防衛線和火線防衛線的無慰艦 它們和無慰艦有些差別 分別都是導彈發射加和短魚雷發射加拆 轉為隱蔽型孔靠 最後就是拿到擋導彈 擋導彈不開波動互盾 但地球艦隊的艦艦燃燃速度很快 還沒有說完 還未說完 現在的表現是衍生型主力艦 PS版那些我不說 這類型航母登場在宇宙戰艦大和浩尼 由主力艦衍生出來的航母 艦手部分沒有變化 而艦尾改裝成航空甲板 推進器變成這樣的樣子 因為艦尾改裝成航空甲板 所以這類型航母只有兩座主砲 波動炮一樣是擴散波動炮 這類型航母設計的原型來自一級日本戰艦 二世級戰艦 我真的想說這艘航空戰艦是一個失敗品 只要可以起飛不可以降落 航速慢到死 是不是失敗啊 這艘武衛艦和主力艦隊的武器相似一樣 但看一次磚頭 我和艦尾改變成這樣的樣子 搞到我不知道什麼樣子 艦尾改裝成了2520地球戰艦 他們登場在附近 至於他們的戰鬥力是怎樣的樣子 沒有大禍好在場他們贏不了 他登場在2022第17集 武器配備大小和無衛艦一樣 他是負責時間斷層軍事工廠的管理 裝備了次元能量抑制器 維持時間斷層內的人生命 因為時間斷層的時間流動非常快 印在地上過一天時間斷層的人過十天 沒有可能存在管理者 所以普羅米修斯的存在就是負責時間斷層 這艦艦不用理他 當他透明就可以了 日向浩登場在2025 他是第65部衛艦隊的其中一員 在加南第二次戰爭後 地球聯邦政府決定發展新一型戰艦 但時間斷層被燒毀的原因 由軍事擴張轉為強化置身軍備 日向浩在這個政策下而誕生 他有無衛艦改裝而成的戰鬥航母 藍身長度由250米拉長度295米 正名為輕型航母 藍載機由15架增加到64架 這架航母可以搭載一式太空戰鬥機 和網射太空戰鬥機 藍載武器主砲有三座變為兩座 護武器和護衛艦配備的武器類型有什麼差別 他還搭載了波和燒眼彈 他一樣搭載一座波動引擎 推進器就變成這樣 這個是主推進器 這個是輔助推進器 就是這樣 飛鳥一樣是地球聯邦新政策下的產物 他也是第65部衛艦隊的機場 他由無衛艦改裝而成的補級航母 作為能夠長途航行的艦隊進入補級 飛鳥搭載的裝備精良 可以補級 亦都可以防禦敵人的攻擊 藍手的波動炮拆掉了 轉為安裝波動能量共振裝置 簡單來說就是CRS的複製品 波動能量護盾導彈研發成功 亦都搭載在飛鳥上面 由這個導彈發射出去 這個導彈展開的護盾只能維持很短時間 所以需要CRS的複製品 控制它的消失時間 一個巨大的航空甲板 內部可以放S-97運輸機登陸艇 甚至可以內部建造飛艇 例如試製營磁員潛艇 獵狗 亦都可以叫獵犬 不過我喜歡叫獵狗多 還有如果這個CRS複製品的使用時間長 會傷害到本籃的波動引擎 這個移民船我不說了 我覺得沒需要說 出場一次都沒有 說來幹什麼 全部說完了 至於下次做什麼影片 我不知道 未有定案 那就下次再見